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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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空閒 對唱歌對咱媽講都很有興趣 可是都找不到人打 所以聽到有打麻將就很喜歡來 就罷兵 那這樣打麻將打很久 我國小三年級就會打 但是到了民國五十幾年才 當老師的時候有打比較多一點 一直打到現在 很久了 排氣應該可以啦 但是不一定會贏 那個影師跟你排氣沒有很大的關係 對 認識朋友啊 誰走一走 我想說找不到牌咖就來打麻將 來幫忙 自己找不到牌咖 身邊沒有什麼人在打 對 大家不嫌棄的話 我可以跟我打 這很難講 排氣這很難講 每個人的技術都會一定 開運最重要 對 一開始我們是希望可以推動長召2.0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長召2.0 其實是社會局的補助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既然有麻將桌 就是可以讓長輩來玩 然後也可以 就是讓65歲以上的長輩 跟大學生一起來參與 那他們來的同時呢 我們就可以順便跟他說 其實我們有長召2.0 是社會局的補助 那這樣子也會引發大家的興趣 那會挑65歲以上跟大學生 主要的目的是65歲以上呢 是跟我們社會局的補助有關 就是要65歲以上失能失智 那所以這樣他們會在 同樣年齡層的人比較有共鳴 大學生的話呢 我們是希望可以讓他們 比較活潑可以帶動長輩 就是有時候很沉悶的 在日照中心 但是有一些年輕的活力進來 那同時也可以幫助大學生 他們可以拿到一些 志工時數這樣子 他們的排技其實都很厲害 就是其實我們在獅子的長輩當中 他們其實都是短期記憶的上師 可是長期記憶他們其實都還在的 所以他們對於年輕的時候打排算排數 可能都會比大學生還有一般 我們正常的長輩的排技還更好 就是更好 對 非常的老練 速度也非常的快 摸排都很棒的 如果是長輩的話 我們盡量會挑就是在我們松山區附近的 他們走路就可以過來 就不會有什麼樣的壓力這樣子 那大學生的部分 其實報名的大部分都是大學生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盡量會挑長照科系的 或者是護理系的 那我們也有找一些體育系的同學 那長照系的是希望幫助他們 就是對於未來的職業規劃是更有幫助 他們知道日照在做什麼 那體育系的是想說 他們應該是很活潑 有這樣子的動力啊 那可以陪老人這樣 тип和伊 bugün あぁ 我們期inhos 可以 truth 及 您 po